大家好,我是麦子轩的讲师,我叫马锡林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第十五讲 也就是串口的一些编程技巧 编程技巧的话,我们这里主要是讲串口的编程技巧 主要是讲它那个,就是说怎么去初始化它,怎么去方便 然后其实一些编程的技巧的话,就是说 主函数里面要尽量的简洁一点 然后其他的函数,其他的配置函数 你可以写到其他的函数,然后再用它进行写出实话 然后做一些任务的调度之类的 我们看一下代码,代码也许写好 嗯,我们这里的话就用一个AED来看一下效果 好,其他串口的编程跟上一节讲的差不多 好,这是一个数据局势的数据 好,就作家那些定义,然后开关状态 那它是延伸,确实真的处理 好,这里的话我们指令的处理的话 主要是接到一个字节过来是A的话 我们就直接开灯 B的话就关灯 然后C的话就是说在开灯的情况下 我们闪两下,然后再关灯 然后在其他的指令上就没有效果 就是没有闪两下关的那个 然后这个就是颤抖的接收给大家 已经讲的差不多 只是说这里多了一个行餐 因为上次的没有行餐 是直接把它配置成152.0的 好,这里的话我们就做一个行餐的波特律 然后它的类型就是Long型的Long Meet型的号码 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用一个Switch 进行选择设置波特律 如果是1152.0 那么就配置了1152.0的一个波特律 然后如果是9600 那么就配在96002的波特律 如果是默认的话 我就默认成这个 然后我就进行中暂时能 那就是一个发送的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是一个中段 我们把中段的每周期都用一个字节的话 我们都把它放在那个CMD里面 就是一个指令里面 然后我们在主题上面 就是对它继续出示范 然后就是它说可以 每天它这个指令是A,是B,是C 继续出示范 那么其实编程的技巧的话 我们其实主要就是一些 用尽可能 就是说尽可能那种参数 做一些带有参数的函数 尽可能这些参数 包括里面的一些操作 然后我们就把相对的参数改变 然后就可以配置成另外的那种东西 或者另外的一些模式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最好的东西 如果你说每一个功能 你就只又写一个东西 每一个功能又写一个东西 那就很麻烦 就像这个窜口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比如选择窜口的功能 可以在前面加一个 由SART的一个 类型定义 什么什么 由SART的一个哪个串口 而是也可以 其实也可以这么细 选择什么串口 什么 装运串口的 波特律 在这里 可以选择窜口类型 定义哪个窜口 然后设置相应的波特律 特计是选择窜口 你可以选择窜口1啊 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要做一个函数啊 我们参数的尽量用这种形参 然后参数的话就可以改变相应的东西 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些配置后的功能 那么我们就装运这个函数 就可以重复利用力的比较高吧 如果每一个功能都写一个单独的函数 那真的是很麻烦 这里的话我们就讲一下串口 然后这里就是更换奖的配置 然后我们认识一下 可以看一下效果 效果 然后复制 复复位 然后运行 然后在 C网塔里 我做C网塔 C网塔是在开机的情况下才一样 是不是 现在我们没开机你发C也没有 我就可以信任 然后刷子也没用了 是不是是不是没反应 然后你去发A 发A他就是开了 对开了吗 然后再发C他就是闪闪加关 然后你现在再发C就没用了 太狗 太狗忘了 然后因为为什么他这个 为什么会闪两下 然后你这个地方忘记加了一个 因为因为你关心了以后是不是清零 然后你发一次是不是也要把它清一下 然后他这个标志就清做了 因为他们在发C以后他没有清这个标志 用他的名然后把他把他清 我们再编一次 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 可以打开 可以打开 可以打开是不是 速度打开了 能打开了吗 然后我们再改C 然后我们再发C他也没用了 因为我们已经把开关的状态把它清了 因为在发C的时候 然后就是先判断 它是不在开的状态 让他开到那时候清了 就再发C也没用 会像刚才没清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现象 因为没清的时候 这个没清的时候 下一次再发C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 因为你这个没清呢 你还是再想一次 判断就会有那个想象 先把它清了 你再发C也没用 再再开一块看一块 这个我们试试看 然后笔的话 这是子机关 就不分散 我们接着讲那个 看口的一个接受的方法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那个怎么定一个通信的一个学义格式 然后首先我们是采用采用一种 TLV的一种格式 就是说长度是可变的 然后有数据的教员位 然后数据的一个区段 然后还有图码来作为一个引导 我们这里采用的是两个图码 图码一图码二 然后后面的字节就是长度的控制 然后再接着就是N个字节 作为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我们要用来控制 或者用来反馈的一些信息 然后最后面一个字节的话 就是对前面的数据进行一个教验 看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在在一些传播之中 它数据会有一些干扰 然后会有出错 所以我们要来一个教验 看数据是不是正确 那么头码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是 两个的话 就是第一个就是采用0XAA 第二个是0X55 长度的话 我们是用一个字节来表示 它的范围就是数据区的字节 加上一个教验的字节 那么就是相当于N加一个字节 数据有N个 然后教验的话有一个 那就是N加一个字节数 那么教验的话 就是从长度这个字节开始 然后再加后面的数据 算这些的值 这些值总合起来 这些的值 自己的值加起来的 和那么就是给一个给这里调验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发出去 发出去以后 我们这边接收机的话 接收的信号就 就对这个进行解码处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用串口来接收 那我们首先可以定义一个字节 发出字节来接收 当这个中段产生以后 就是代表有一个字节被收到 然后收到以后 我们就从字节的缓存里面 把这个字节读取出来 那么读取出来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接收的一个 判定它的它的个数 这是接收到那个自己的个数 因为小于两个的话 那证明证明它的头码还没有接收到 我们这里就要接收头码 那么当它等0的时候 它8分1等A的时候 那么就是第一个头码 如果第一个头码接收到 然后我们就 它的个数就加一个1 然后就把这个存到那个8分0里面去 那么我们加的话 就是再变成第二个8分了 现在如果第二个数据是0x55的话 那么我们第二个8分就是刚好 接到第二个头码 如果else这里 else就是说 如果没有接到 两个头码 没有证明接收 接收正确 那么我们就把它清明重新接收 那么这一帧数据就不算 否则这里的否则的话 就是当接收满两个头码以后 我们就可以接收 后面的数据 这里后面的数据就是 每次接收都想把它保存起来 如果它的8分个数大于你定的一个接收 接收的个数 那么就是超出了它的缓存值 那么就把清明 这个数据也是不算的 然后否则的话 就是让它接收到的个数 大于2 大于2的话 就是代表它已经接收到头码了 接收到头码了以后 我们就判定 这个它接收的个数 跟那个 呃 长度控制 再加两个字节 这里刚好会会有一个等式 然后如果这里等 等了以后 那么就代表数据刚好接受完成 那么我们就把那个finish的标志 制一 如果finish标志 制一的话 我们就代表 嗯 接受完成了 然后这个就是 rx count的话 这个就是把它清零 方便下一次进行接收 如果这些上面两个条件都没有满足 那么 就是还没接 就是说 啊 接收数据是正确的 但是还没有接收完 那么我就一直在加加加段位去接收 那么处理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中断进行挂齐 方便接收下一个 嗯 真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格式 格式对它的代码 我们进行讲解一下 当这里的个数就是说 为什么是加上一个2 因为它的buffer是从0开始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如果长度是得到到什么长度 我们只要加上一个2的话 就刚好可以跟这个整个数据的一个长度 就是有一个等式 所以我们这里的数据就会有这个 这个等式出来 这个等式到这里就是接收完成 然后接收完成 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个函数 就是一直在检测这个标志 如果标志为1的话 就代表完成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些教验 再进行对它一个 再来一次教验嘛 因为因为你光接收到这个数据 还不一定是对的 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码 然后我们要再做一个切函数 去教验一下 教验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处理 我们就看相应的buffer 是给一个相应的buffer 解释对应的什么功能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一个相应的标志 或者你可以直接判断 那个buffer去控制也行 便于后期的一些直观的话 我们可以定一些标志 比如你要控制红外的 那你就定一个红外的标志 然后把得到相应的buffer值 就给红外的标志就可以了 然后你每次只要去检测 这些标志就可以了 就只能每次去检测相应的buffer 因为每一个明确的一个 一个标识来看的话 你直接看buffer 即buffer即选的话 不便于后期的一些开发 所以就会可以定一些结构体的 里面包含的一些变量来弄一下 当然我们这里接收的话 只能这么写 如果你再加很多函数进来的话 那么接收的时间会比较大 在每一次中转所执行的时间 就会比较大 就会影响你后期的一些数据的 一些稳定性 还有一些串口一串口二都是一样的 看接收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只是对于每一个标志去处理就行了 那么这几课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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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